293,郭台,觀眾Candyyy,他就說怎麼看呢? 這支股份值不值10元? 值不值10元是建基於什麼時候可以通關和它飛回來 因為這個是變數來的 如果飛不到的話,雖然最新消息就說 它將一些拍攝在沙漠、澳洲的機器運回來 就好像代表著,接下來要飛了 是有一個衝擊的,但是相對上來講 它的股價也是上到高位了 就是相對,你比起可能在3月份的時候 最差是在說6個多 現在已經是8個多了 所以我看不通國泰 因為你看到這個疫情其實都挺令人驚 玩了兩、三年了 還有變數太大 如果大家都在走一個所謂的動態清零的話 什麼時候熔斷 什麼時候有些收緊的政策的措施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看探油價 看好人民幣 看好接下來會復飛的話 會不會是中資的航空股 是前景容易看多一些呢? 因為就算飛不到國際 它飛到國內也有些收入和盈利 所以我們之前 上個星期是選了藍航的 但是對於國泰來講 它又有些原油對沖 當然了 現在的油價之下 它是終於不用蝕的 但是這個價位 我就不會想著這個國泰 另外 值不值10元呢? 就建基於接下來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 是 好的